38題 金恩的眼睛成像如右途 請問下列相關的敘述 何者正確 選項B 他說 他的眼球的前後距離太短 這是不對的 因為正常應該在視網膜成像 在這邊要成像 結果他卻跑到了 他的前方 也就是說他的眼睛是比別人還在長 所以選項B是錯的 選項B是錯的 他說他看近物看不清楚 這也是不對的 我們知道物在無限遠 向在焦點 物在兩倍焦距 向在兩倍焦距 物在焦點 向在無限遠 所以東西如果越靠近 向就會越後退 那麼現在呢 他是 成像在這個地方沒有在視網膜上 所以要把東西移近 讓我們的成像後退 才會在視網膜成像 成為一個清楚的像 所以要看近物才看得清楚 而不是看近物看不清楚 所以選項C是錯的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得到 他呢是太早匯聚了 所以我希望他先發散一點 他發散要帶凹透鏡 所以他應該帶的是一個 凸凹透鏡 而不是凹凸透鏡 因為他要帶凹透鏡來矯正 所以選項株呢 也是錯的 那麼就剩下一個選項A 他的焦距太短 那我們剛才前面看過這個 物在 無限遠 向在焦點 物在兩倍焦距 向在兩倍焦距 物在焦點 向在無限遠 那麼現在呢 他顯然是離我們的焦點太遠了 所以成像太前面 那麼表示你的焦距比別人還在短 所以相對而言 你就是離我們的焦距比較遠 所以你的成像就會比較前面 所以呢 我們的 答案呢 A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第38題的答案要選擇 A 他眼睛水晶體的焦距過短 而使他的成像呢 在 太前面 所以看不清楚 所以第38題的答案呢 我們要選擇的是A